就是剛剛看到的是 順大謙炮國民黨的大廊 而且炮黨中央 炮的也對 你贊成 我覺得贊成啦 你贊成哪個部分 我覺得第一個 我贊成這個遊戲規則要透明化 什麼家的遊戲規則 就是包含這個 怎麼去產生的總統候選人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人選的部分 第三個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要有其他的這種黑手 或是其他的這種 引導性的力量進入 我覺得這個是國民黨裡面 在這一次選舉之後 要給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的時候 這個遊戲規則建立 而且公平的實施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觀察點 那國民黨內現在的機制這麼黑嗎 為何你直接講黑手不要介入 誰是黑手 我現在不知道誰是黑手了 因為機制還沒出現 因為我們的機制還沒有出現 就是說在制定遊戲規則的時候 不要引導性的制度啦 什麼叫引導 所以我好像故意去量身訂造某一個制度 感覺起來對某一個人有利 我現在講的是包含這五個人在內喔 不是說只針對一兩個人喔 不要說一個制度出來 是對某一個人有利 然後呢可以有在裡面呢 做一些動作的這樣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必要的 那國民黨中央現在明明是無毒逆 你說這五個人 張宋政官國民黨什麼事 對張宋政官國民黨什麼事 因為他不是國民黨他不會參加初選啊 然後再來我覺得日期不是重點啦 因為明年的總統選舉的投票日啊 還沒有確定 因為可能會脫鉤 如果脫鉤的話大概是三月 三月才投喔 那如果在一起的話就是一月 那你三月跟一月的投票日 你往前推的日程啊 大概就會稍微有一兩個月的落差啦 所以我覺得日期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你像2008 2007那一次啊 馬英九大概就五月底啦 那一次確定這個成為總統候選人 那2016那一次比較特別 因為有換什麼換柱啊 這些這些事情啊 但宏秀柱也大概是六月 所以我覺得大概五六月的時間 我覺得是差不多 重點是他的那個選舉制度 遊戲規則要很透明 我覺得不要用黨員投票 也不要用其他的方式 我覺得就用民調的方式 去做產生總統候選人 因為民調第一個 那等一下喔 這一次的選舉 我也觀察到一個民調各自表述 不準的民調很多啊 但是要珍惜自己品牌的民調公司 不會作假 這個絕對不會作假 那社會上哪一些有這個 有品牌有這個信譽的民調公司啊 其實大家信裡面都很清楚啊 你不要去找一些 在特別在選舉期間出來的那種 工具型的民調公司 等一下那社會上有民調公司的人 現在就可以左右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了嗎 我相信很快就有相關的民調 民調就會出來了 包含這個藍綠哪些人啊 包含張探健啊 一些比較有公信力的民調 會有這些出來 你覺得誰有公信力 我覺得長期性的這些 長期性在做民調的公司 比如說T台啦 或是一些學術機構啦 學術機構誰 我知道有一家公司在選前 有做一份民調 選後結果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 特別是我跟建民議員這個選區 基本上是一致 所以其實是有這樣的公司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 就用這種公開的方式 然後委託比較多的民調公司 而且比較進行長天期的一個民調 來產生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你在民調之前 還是有些動作要做 第一個我覺得辯論會是應該的吧 你不能說啊 黨內辯論 對 你不能說悶的頭做民調吧 你要看這些總統候選人 對國家未來有什麼樣的想法 什麼樣的遠見 至少我覺得一兩場的這個辯論會 我覺得是應該的 那經過這樣的過程之後 透過民調公司 讓全民表達 誰可以來做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 就大家就搞得一清二白 然後也不會繞人口實 那如果照你的方式來講 相對有利的就不是吳敦利啦 相對有利的搞不好是朱立倫 韓國瑜或者是張善政啊 對啊 就是那如果是黨內機制的話 相對有利的就是吳敦利啦 這人選會差很大喔 我倒覺得除了這幾個人以外 像一些黨內的中生蛋 我覺得江啟臣也好 或是蔣萬安也好 我覺得也來試試看 來挑戰這總統的位置 也不一定說我們台面上 這幾位小太陽中太陽 你要讓國民黨裡面 有不同的聲音出來 我相信江啟臣蔣萬安這一類的人 他在發表政見的時候 他的脈絡他的想法一定跟 長一輩可能會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你贊成終生代出來 我認贊成終生代 讓他試試看 我覺得讓他們就是鼓勵他參與 總統候選人選舉這一局 讓這個色彩讓這個 很多的交集啊更繽紛多姿 不要說主持人一種聲音 那比如說像兩岸政策 我相信江啟臣的九二共識跟 這個吳敦應的九二共識 搞不好就不一樣啊 詮釋起來就不一樣啊 那我覺得能不能讓這些中生代的聲音 也發出來 讓大家覺得說 國民黨不僅僅只有這些 這些大頭們 然後這下一代的也慢慢熬出頭 也慢慢能夠發表他的意見 而且成為一個黨內的主流 我覺得不管最後有沒有得到這個位置 但對於整個政黨的形象 而且會影響這些大頭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你的架構跟價值裡 國民黨內也應該有一場階級革命 讓基層跟中生代開始來隔大佬的命 或者左右大佬的思維 新陳代謝 因為你要代表 既然這些未來這些人 馬無助這些人 你要代表國民黨 那你要代表國民黨是 所有國民黨的聲音啊 你的意見不是只有你自己的意見啊 我們的意見也很重要啊 那這些中生代意見 歷經立法院這些鬥爭 他的意見也很重要 張勢剛當選了之後真的勇敢很多 所以我覺得你國民黨這些人出來 是要代表完整的國民黨 不是你個人的國民黨